卢州柳堤公园之前栽种的70多棵柳树 有部分换上了核根柄 而在移除之后公园里的柳树只剩下一半 新北市绿美化环境景观处于卢州区公所 则改种香草之灾 让来这里休憩的朋友也能够好好的放松身心 柳堤公园内放眼望去大片花圃上 种植了多样的香草作物 有迷迭香一串红薰衣草薄荷等 与以往充满柳树的公园不太一样 原因在于几年前柳堤公园所种植的柳树 患上核根柄 引起卢州区公所与绿美化环境景观处 就决定改种起香草作物 原来这边有一些所谓的洋柳 我们的柳树因为核根柄的关系 所以这个死掉以后 我们把这个区域当作一个所谓的 疗域的公园 疗域的园区 那很多民众我们的乡亲来这边 公园来休息 来运动的时候 可以来这边 然后香草的芳心 包括这里边有我们的心理草 还有迷迭香 还有很多的这种芳香的植物 然后可以了解我们的身心灵 花圃占地面积168平方公尺 现场架设解说牌 介绍香草名称 特性与用途 在我们柳蹄公园这边去种植了这些香草植物 目前大家可以看到的 我们芳香万寿局等等这些 这些的话 这些香草植物它们非常香 柳蹄公园改种香草作物是既美观又大方 下次民众经过柳蹄公园时 不妨走进来感受一下香草作物的天然心香 记者沈仲代华 卢州采访报道